車輛 如果說尻了一個洞 怎麼辦呢 越野車不像街車,他的胎是滑的 他的胎是光頭的 所以我們只要 慢慢吹,然後讓他 一點一點的抓抓抓 一點一點的 讓輪胎往前進 去抓那個土,一下就出來了 不用說像街車 還要放倒啊,還要搬車幹嘛的 MAN 來示範一次 很簡單啊,超簡單的 你看喔 如果說 你想要這樣硬吹啊 大手油門這樣子吹上去的話 然後讓車子趕快離開這個洞 你反而會適得其反 你看 出不去 那如果勒 慢慢走 一點一點,慢慢放慢慢放 是不是這樣就出來了 就是這麼簡單 OK 那如果 那如果遇到更極端的 像這種怎麼辦 你看 車子吊進去了 你想要上來 硬吹 吹不上來 然後要往 要推,你也推不上來 看一下喔 你看 這麼深 這麼深 前面這邊就是剛剛 硬吹啊 等於說他的輪胎去跑空 那也是一樣 我們要慢慢的 慢慢的 慢慢的 這樣一下就上來了 就是這麼簡單 好啦,不過我相信這個 這種脫困方式應該大家都知道 不過呢 這就是越野車的好處了 越野車的特色 跟一般 一般那種街道胎跑胎那種 的車子是 特性完全不一樣 你不用 那邊 很怕說輪胎會打滑 幹嘛不會 放心 不管你是 純土路的胎 或者是多功能胎 他遇到的土面就是抓 就一定是比那些 一般道路胎 抓地力還要來得好 在土路上的話 但是當然啊 也是有出不來的時候 像是在那種泥騰啊 像是我上一次 這張照片 的情況 就超級尷尬的 你不管怎麼吹喔 出不去就是出不去 你只能 把車 真的跟火花螺那一樣 把車放倒 但是不是在裡面墊東西 你把車放倒 然後把車拖到 旁邊 還沒有 凹陷下去的泥地 趕快趁車輪還沒陷進去泥沙之前 趕快把他騎走 趕快把他推走 那今天這個 超廢的分享 就分享到這邊 那下次再見 打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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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